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在節目開始之前,首先要提示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想了解更多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可以掃描一下平台下方的二維碼 加關注成為我們的粉絲一員就可以跟我們溝通、交流和互動 好了,馬上開啟我們今期的節目內容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呢,我們就經常聽說 為了我們的身體健康,最好每天堅持喝八杯水 但是這八杯水最近就令黃小姐入了醫院 究竟是甚麼回事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可能大家都會疑惑八杯水不是健康的做法嗎? 為何會反而令人入了廠呢?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件事的來龍去猛 最近天理乾燥,為了補水 黃小姐開始規定自己每天要完成八杯水的任務 有時明明已經不想喝了 但一想到沒有完成八杯水的任務 黃小姐還是堅持到底 這一天,黃小姐喝到第六杯水之後 就出現頭暈、嘔吐、呼吸、心跳、減緩等等的症狀 家人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就嚇倒了 立即將她送往醫院救急 經檢查因為喝水過量人氣的症狀 雖然經外醫院的診事,黃小姐已經沒甚麼大礙了 但她怎麼都想不明白 為甚麼每天堅持喝八杯水 反而會喝到自己身體不舒服呢? 每天喝八杯水這個說法 這個飲水的方法到底是否正確呢? 這八杯水又指的是多少水? 為甚麼喝水才可以令我們喝得健康呢? 今期節目就帶大家一起去調查清楚了 在正式調查之前,我們先來聽一下 面對每天八杯水的觀念 我們的街坊又是怎樣看的呢? 有,聽著,我也在喝 我聽說過,聽說過 聽說過,聽說過 有 沒有怎麼聽過 健康,補充水分嗎? 健康一點,對肥膚的好一點 有一些說是美容,有一些就是排骨 經過一輪的街頭調查 雖然街坊都知道 每天八杯水的這個觀點 從大家的答案看來 他們亦都認為八杯水是對身體有非常大的好處 講到喝水的杯 不知不覺,原來我都是買了很多杯 現在桌面上,所放著的這些杯 都是我平時買下的 不過大家可能就會發現 我買的這些杯,形狀大小都不一樣 有一些是闊口的,有些是窄口的 不過他們深淺亦都不一樣 還有杯的可以承載的水量都不一樣 如果我拿這些杯去裝八杯水的話 那裝出來便會有水量差 正如嘉嘉所說的 不同杯都有一個水量差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八杯水的量應該是多少 我們還是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 不知我,我也不知道 這個杯多大,有大有小的杯子 我覺得根據每個人來看 那有的人他出汗多的話,他就喝得多 我沒有說可以說一定要喝八杯水 就是差不多覺得口渴 或者有時候就沒事的時候就喝一下水 我們的街坊朋友都說了 雖然我們知道八杯水是一個健康的準則 但他們就搞不清楚八杯水應該怎樣量 那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找到中山大學附屬三院 神病內科主治醫生葉生純目線 杯子有大有小 所以如果是大杯子的話 很大的杯子的話 大杯子也是量重的 可能會過量 所以我們不建議用杯子的 我們量這個水的量 專家就說 其實人體每日對水的需求量 醫學上並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的數證 那普通的杯子 它裝水的量是多少呢 為了教清楚不同杯子的大小容量 我們現在立刻來做一個實驗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桌面上放著1、2、3號杯 分別就是小的、中的和大的 那究竟他們可以放到多少的水呢 我們現在就立刻來做一個實驗 那我們首先就會在這個大燒杯裡面 就倒九分滿的水到杯子裡 然後再放在這個秤裡去秤一秤 我們知道了 一刻就等於一毫升 那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 到底這些杯子的容量是有多少呢 那首先我們把杯子放在秤上面 先去一去皮先 即是去了這個杯子的正重量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倒九分滿的水進去 看看會有多少毫升了 OK 經過測量我們可以看到 1號的小杯子 它裝的九分滿的水 大概就是160毫升的 那我們如果說換算一下 8杯160毫升的水的話 大概就是1280毫升的 我們先來做一個紀錄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2號中杯它裝九分滿的時候 又會有多少毫升的水了 首先我們還是要把2號中杯去皮 去皮 可以看到2號中杯 在倒九分滿的水進去之後 就是220毫升的 我們再來換算一下 如果又是喝白杯的話 即是總量是喝了1760毫升的水 我們還是來做一個登記 好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3號杯 即是最大的這隻杯 它在九分滿的水的時候 是有多少毫升 我們把情去皮 然後放一隻杯上去 我們現在繼續倒九分滿的水進去 好了 倒了九分滿的水進去之後 我們發現3號最大的這隻杯 是可以裝330毫升的水 我們現在再來換算一下 330毫升如果喝白杯的話 就等於2640毫升 那這三款杯 它們各自的容量都是不一樣的 1號可以裝160毫升的小玻璃杯 2號是220毫升的中等玻璃杯 而3號是可以裝330毫升水的大玻璃杯 它們百杯水的總量會相差多少呢 那從我們今次的成結果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小杯、中杯、大杯 八杯水所裝出來的量 都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你看小的都差不多差不多500毫升 而大的話是差成倍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是用大杯來喝水的話 八杯水就相當於喝了小杯要喝16杯 那算起來的確有點誇張的 調查到這裡問題就來了 那如果說我們每個人 喝水的杯的大小都不一樣的話 那喝的八杯水的水量就不一樣了 那中間的這個水量差 對於我們人體又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影響呢 為了求證這個問題 調查人家家就設計了一個實驗 接著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在今次的實驗當中 我們也是請了三位實驗的老朋友 來幫我們忙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三個箱 而在裡面也裝著了三隻 體重相當非常精靈活潑 龍精苦悶身體健康的小白鼠 為了驗證不同杯的八杯水差量 會不會對人體有影響 所以調查人員就會按一定的比例 為三隻小白鼠喝下不同量的水 之後再來觀察一下他們的反應 這一次的實驗全部操作由工作人員來做 而他在了解這一次實驗的內容之後 首先對一號小白鼠開始實驗 工作人員很快就捉起了小白鼠 並且為它喝下準備好的水 而這個量就等同於我們用小杯水 飲水的八杯水量 工作人員順利運用一號小白鼠之後 就開始餵第二隻小白鼠 要他們喝下的水量 等同於我們用大杯飲下的八杯水量 剩下的三號小白鼠 我們這一次是不會對它做任何實驗的 只是作為這一次實驗的空白對焦 剛才實驗完就已經將他們要攝入的水量 全部餵了給兩隻小白鼠吃了 二號小白鼠就是喝了16毫升的水 而一號小白鼠就是喝了8毫升的水 自至目前為止我們還未出現 看到有些小白鼠有明顯不適的現象 不如我們就觀察一段時間 然後稍後再來看看結果 現在三隻小白鼠就完成食物的第一步 接著來就等到10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它們有甚麼反應 好了,那一段時間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來觀察一下三隻小白鼠有甚麼變法 第一隻空白對焦依然和剛才一樣 是生龍活虎的,非常精靈活潑 而且還想越獄 二號小白鼠剛才喝了16毫升的水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行動磁緩 而且身體是在抽搐著 幾乎是不怎麼動的 一直躲在角落頭上,在陣子 應該是有一個明顯的不適 而我們再來觀察一下一毫小白鼠 剛才它喝了八毫升的水 我們可以看到它依然現在非常精靈活潑 還幫自己洗澡、洗臉 剛才還是跑來跑去的 從剛才的試驗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二毫小白鼠 就喝了比較多的水 而它的身體也出現了一些不適的現象 那是否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比較大的杯 來喝這八杯水的話 對我們的健康也會有影響呢 醫生就說 雖然一些醫學報告 並沒有水涉入限制的上限 但這個並不意味著 我們可以無自製地喝水 過度喝水可能會威脅生命健康 究竟是怎麼回事 醫生還說 除此之外 對一些特別的人 喝水一定要注意 例如心臟、腎功能比較弱的 經常浮腫的人 是不可以大量喝水的 因為這樣會增加 心臟和腎臟的負擔 容易導致病情的加重 那麼我們平均每天喝多少水 試再滿足我們對水的需求 也不會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呢 我們一般建議 很多人進食運動的水 每天都在五千五到兩千左右 我們平時喝的飲料 可不可以補水呢 運動之後不可以大口喝水 又是為甚麼呢 睡覺之前喝水可以預防老人老血身 究竟怎樣喝水 喝怎樣的水才是最好的呢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調查 在上一節醫生都說了 其實關於每天飲水的量 雖然醫學上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的數字 但是有一個推薦性 而且水並不是越多越好 我們飲水的量和性別的體重都有關係 不過專家說還有控制在1.5到2成之間 那我們平時用來飲水的杯的大小 他帶杯的量是否跟醫生推薦值一樣呢 下面就讓我們先跟大家先了解一下 他們平時飲水的杯的大小是怎樣的 一般這麼大 自己喝就是這麼大的杯子 這麼高 一天我要喝三杯 很好吃你的 你的咪咪頭這麼大杯 你不想說杯那麼大 500cc的 就是這些杯那麼大 經過一輪街坊 我們發現大家最常用陶瓷杯來飲水 不過大小就各有不同 不過這不同的陶瓷杯 他八杯水的量是否跟推薦值一樣呢 我們應該用幾大杯喝八杯水才合適 為此尿程就準備了一個小實驗 因為我們平時裝水喝 通常都是會倒到九分滿 不可能是整杯都裝滿了水 但是我們現在裝著的九分滿的水 到底是有多少呢 為了引導大家更加直觀地看到 我們就準備了一個有黑度的燒杯 現在我們就會把杯裡面的水 倒進這個燒杯當中 就可以知道一杯水 大概是有多少毫升的 就知道2000毫升到底要有多少杯的水 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一毫杯 九分滿的水大概有多少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一毫杯 它一杯水九分滿的話 大概是200毫升的 如果是200毫升的話 按照我們最佳的 每天人體的攝取水的量 是2000毫升來計算的話 每天我們就要喝10杯 這個一毫杯的水 我們現在先來做紀錄 好,那我們繼續來測量一下 二毫杯,看看它撞到多少水 我們可以看到二毫杯 大概是能裝到300毫升的水 如果按照這樣計算的話 每天應該是喝六杯到七杯多的水 我們還是把它記錄下來 她說測量,三毫杯的水是360毫升 如果用它完成每天兩升的水量 大約要喝低六杯左右 而用量為300毫升的四毫杯 大約要喝低七杯左右 從今次的測試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每天每天 要攝入2000毫升的水的話 一毫杯就要喝10杯 而二毫杯就等於喝7杯 三毫杯就等於喝6杯 而四毫杯就等於喝7杯 我們可以看到 結果出來的杯數 跟我們所說的8杯水是有出入的 我們這次實驗就發現 如果按照每人每天喝兩升的水 不同杯要喝的杯數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小一點的杯 就要喝上10杯 而大一點的杯只需喝6到7杯就可以了 而8杯就可以剛剛完成每天的飲水量 就是容量為250毫升的杯 兩升的水究竟有多少呢 為了令到我們的觀眾朋友 更加直觀地了解到兩升的水 到底是有多少的量呢 我們已經事先準備了這一缸有顏色的水 沒錯 現在這一缸裡面裝著的水 就是在兩升的位置 我真的沒想到 原來我們一天要喝這麼多的水 要喝一整缸的水 只不過其實我們平時在生活當中 就不單止喝水 好像我們早上會喝咖啡利提提神 又或者是喝牛奶去補充營養 中午吃飯的時候 又可能會喝汽水和飲料 平時下班下班 又可能怕會買奶茶 又或者其他的飲料 不知道這些飲料 又會不會是計算進 我們每天要攝取的8杯水裡面呢 所有的水 我們應該是說我們需要的水分的話 是包括我們所說的擺開水 礦泉水、飲料 這所有的水 應該是說每天的需要量都包括在內 比醫生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根據個人口味 來選擇飲怎樣的水或者飲料 但是這些水裡面 還有大量的水分會被身體吸收 所以都要計算到每天的攝水量裡面 剛才專家也跟我們說了 如果我們在一天的生活當中 涉入了除了水之外的其他飲料的話 我們就應該適當地減少水分的涉入 這樣才會比較好 不知道我們在喝了其他的飲料之後 應該喝多少水才為止最好呢 下面我們就一起計算數 這次我們準備了有合裝甲、背裝甲、平裝甲 這三種不同包裝飲料 是我們平時在外面經常買到的 以及我們還準備了一個220毫升的杯 待會我們先來看看這些飲料 大概是有多少毫升的 然後再折算我們喝完這些飲料之後 要喝多少杯220毫升的水 才是為止我們一天的水涉入量 好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做一下實驗了 首先我們就來測量一下這個合裝的飲料 大概是有多少毫升的 同樣地我們也是把這個燒杯去皮 現在就來測量一下 好了 經過測量我們發現這個合裝的飲料 是有250毫升的 如果按照這樣來計算的話 我們用這個220毫升的杯來喝水 按照2000毫升的水涉入量的話 每天就要喝9杯的水 如果是喝了一杯250毫升的合裝飲料之後 我們就再喝7到8杯的水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2號樣品 它是有多少毫升的水 我們首先都是來清一清重 清完重之後我們發現 用這種杯裝的燃搖飲料 大概就是300毫升左右的水量 如果我按照這樣減量的話 我們再喝這種220毫升的杯 大概喝7杯水就可以了 好了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3號樣品 也就是這個瓶裝的飲料是多少毫升 首先我們也是要把它倒進這個燒杯裡 好了 經過了測量 我們發現這個瓶裝的飲料是515毫升的 相當於如果我們喝了一瓶這樣的飲料之後 我們只需要再喝6杯220毫升的水就可以了 如果說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 喝了其他除水之外的飲料 只要好像我們剛才這樣 將這些飲料的量減了出來 然後再折算應該喝多少杯水 這樣是不是就是一個最科學的飲水呢 我們的水的需要量跟我們的體力消耗是成正比的 那麼就是說我們的體力消耗越多 我們需要的水分量越大 那麼也就是說你站在高溫之下 或者是你要做體力運動 或者是做體力勞動的時候 這個時候意味著你的體力消耗增加 我的能量的消耗也增加 這個同時水量也增加 那麼這個就要根據基底情況 我消耗越大 應該額外普通的水分就會越多 醫生說體力的勞動和炎熱的環境 會增加身體對水的水球量 所以我們的涉水量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它要根據我們每個人的不同的情況 而適當地說去增加 驚惱死我了 喂 現在怎樣了 快點等一等 我先喝一口水 是不是買給我的 是的 喂 嘉嘉 你喝這麼急做甚麼 有沒有人搶你 喂 不要 沒有人搶你 你看現在不是逐蹭了 喝這麼急 其實喝水不可以這麼猛一次過喝 這樣是對身體不好的 大量喝水都不好的嗎 這個實際上有兩方面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在運動過程之中 濕水它是持續的 那麼這種情況下 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我是不是吃完的水 到了最後一次性補充 這種情況下 會出現你的身體的耐性問題下降 那麼也就是說 會影響到你的運動效果 那麼所以呢 我們會建議你在運動過程之中 能夠有條件是要發出多次的補充水分 這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 我們的水實際上進入人體 起到效果 起到身體裡面 改善它身體代謝的這個功勢之中 有用的話 它也是有一個速度 和吸收力的一個要求 一次喝很多 它的吸收力 吸收的速度仍然是一樣的 那麼就意味著你喝進去的大部分 沒有時間來得去吸收 這樣的話 改善不了你的身體的狀況 聽到沒有 專家都這樣說 看看你以後 一跑完回來 還敢不敢大膽喝水 不會了 以後呢 我都不會這麼大膽 這麼後勤地喝水 只不過呢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呢 我們運動員回來 是喝熱水比較好 還是喝冷水比較好呢 溫水對補充水分的效果 比冷水很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實際上來說 對於水的溫度來說 因為你剛運動以後 我們的血液循環的代理上 我們的體溫的增加的情況下呢 是比平時會更高一些 那麼這種情況下 它突然接受 對比度很大的溫度 很大的一種情況呢 實際上對胃腸道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那麼突然間喝冷凍的飲料 或者是冷凍的水的話 會有一種胃腸的不適的感覺 那麼這種情況下 相反會影響到我們的喝水的重量 不知道電視機前面 會不會有觀眾跟我一樣呢 就是晚黑睡覺之前 絕對不喝水 因為怕翌日水腫就不靈了 那麼其實水腫和晚黑喝水 有沒有關聯的呢 這個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們的水的消耗 實際上一個是從藥裡面排出 第二個是出汗 那麼這兩個是佔了 我們水的消耗的絕大部分了 那麼這種情況下 以後你晚上睡覺之前 喝的水量過多 那麼這種情況下 就意味著一點 我睡覺這個過程之中 我不會上廁所 對不對 那麼小便的排出量會下降 第二個出汗也比較少 那麼這種情況下 意味著我們喝進 就是零睡前喝進去的水 基本上是儲存在體內的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們會稍顯的 有一點水腫的狀態 那麼尤其是有些人 有眼袋的人就很明顯了 醫生都說了 睡覺之前要喝多點水 確實會引起水腫的狀態 但並不代表我們睡覺之前 不可以喝水 臨睡之前應該喝回 少半杯的水 因為當人熟睡的時候 由於體內水分凋失 造成血液當中的水分減少 血液黏度就會變高 所以老人在臨睡之前 適當喝點水 可以減少血液黏酬度 從而降低老血栓的風險 原來睡覺之前 喝一點點水 對於我們的睡眠是有幫助的 還有對於我們的健康 都是有好處的 所以說大家以後 在睡覺之前 都可以喝一點點 兩口就好了 千萬不要喝那麼多 今集的節目內容也差不多了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總結一下 生活調查團提提你 一是喝八杯的這個說法 確實是一個健康的準則 不過它的意思 並不是說什麼杯要喝上八杯水 而是有一個飲水的總量 醫生就建議我們 每天大約要喝兩星的水 而且最根據自身所處的環境 狀態適當地調整澀水量 現在就是比較乾燥的冬季 小口間歇性地喝水 是最好的泡水方式 除此之外 還可以滋潤呼吸到 幫助大家更好地入睡 所以說這個水 就不要以為喝得越多就越好 適量才是最佳的 對我們的身體才會有幫助 今集節目內容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如果電視機前的你們 想了解更加多 關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可以掃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加關注成為我們的粉絲一員 下一段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